台海两岸的和平谈判 因大陆文革而中断 七年后的1972年10月 毛泽东再次派出密使 前往纽约看望国民党政府 常驻美国大使顾维军 并诚意邀请他来大陆参访 1973年春天 90岁高龄的张世昭 向毛泽东请应 再次赴香港打通两岸和谈渠道 以弥补18年前沟通魏国的遗恨 毛泽东特派专机送网 只可惜张世昭突发疾病 适时于香港 1975年春节前后 蒋介石通过国民党元老陈立夫 经秘密通道 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 陈立夫和谈心切 在香港公开发表 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 欢迎毛泽东和周恩来 到台湾与蒋介石 重开和谈之路 以造福国家与人民 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 以大事小不计前嫌 再次开创合作的新局面